好,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人,我主持雪凌 贏者 羅恩凌 還有一個在看漫畫的I am 的朋友 我剛剛掛著I am 沒錯 今天就到了最後一集 最後一集 之前也說過 會獨立了風色幻想 其實為什麼獨立? 其實你說 如果計算 仙劍 仙劍 固然是有一個 經典 有獨特的魅力 但風色 嚴格來說 很多人都覺得風色 其實是 太近似入 是那種 戰技遊戲 但其實有些人 評價是覺得 其實他不是說 去到故事寫得這麼好 但我覺得 除了這件事 其實系統上 我覺得他算是做得不錯 他是不是應該有 獨立出色的地方 你才會留意 可以這樣說 雖然你說 這個之後再說 我覺得他 去到某個位置 之後就走火入魔了 但是至少 在初期你說 風色幻想 一開始 其實 最初就不是風色幻想 固然 是幻想大陸 幻想時空 那一隻 就是 以 一裡面的其中一個 角色 就是朱利安 和瑞莉莎 兩個角色 為重點 去鋪 那個故事 其實那個時候 我相信 都沒有怎麼想 那個故事 沒有說去到這麼龐大 其實純粹都是說 一個大陸裡面 一個勇者拯救 世界的故事 即是幻想的故事 他做了一條故事 線出來 去 做遊戲 勇者魔王 現在 他本來 真的是勇者和魔王 那 雷宇斯本身的定位 你說是一個魔王 魔王類型的角色 然後 朱利安 就是一個勇者的角色 當然你說這一集 其實 如果你說 幻想時空的時候 與其我說它是一隻戰機遊戲 我不如說它是一隻大富翁遊戲 怎麼這麼說 有窄式系統 要買樓 它是一個類似窄式系統 買地皮 然後它是要去撞入地圖 某些地方去撞event 其實你在地圖側走 而且 我記得就是 你可以完全不解決任何事件 因為除了一些 叫做 強制性Event 之外 其實很多Event 你可以不撞出來 或者你根本是撞不到出來 因為那時候 其實這隻遊戲 我都 最終我玩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攻略 其實都是 我都是亂撞的 其實都是 即是有些 是不是它已經產生了G線 有些G線 可以不做 都可以 繼續那些故事先 因為其實它 那時候 它分了四個角色 我沒有記錯 不知道四個還是三個 你可以用不同角色 你不一定不喜歡你做故事 第一集已經可以選擇 但其實當時的故事都很新鮮 其實你只是當一個 每一個角色有一個小的故事 小插曲 然後 總之最後就是 拯救世界 Somehouse 看看你能不能做到條件 類似 其實有部份育成成分在裏面 不過你說 我會幻想時空這隻遊戲 其實是大集會 什麼都有些 真正你說 第一作 就是魔導聖戰 當時其實 很多人覺得 風式幻想是個副題 副題 魔導聖戰是個遊戲名 不知道 它由第一集 才是用這個標題 下集開始 已經用了風式幻想做一個標題 出遊戲方面 其實台灣都會是每一隻遊戲 中文名之外 都有一個英文名 但是唯獨 它不是翻譯 魔導聖戰這個名字 它是翻譯 後面一個 幻想這個名字 名字 所以其實就是 究竟 人們開始的時候 都會有疑問 你究竟是魔導聖戰 究竟是原本還是風式幻想 最終 去到後期 就拿回風式幻想 才是系列作的名字 但是普遍認為 人們大致上都覺得 其實當年那個名字 應該要叫魔導聖戰先 就不是應該叫風式幻想 它的英文名字 你那一直懷疑 它是否去抄 Final Fantasy 一定是 黏著一些幻想 因為我接到這些遊戲 其實都是 那時不知道 玩開FF的東西 Fantasy好像挺好玩 我一看下去才買 怪我F了 I don't mind 不關自己 其實我不記得 那個期間 其實很多遊戲 都是叫什麼Fantasy 之類的遊戲 或者Fantasy 當然它只叫什麼Fantasy 我不會考慮遊戲 但是我看完畫面 看完那個系統 好像OK 那就試試看 所以那個 名字就不重要 其實 重要的 很重要的 就是因為遊戲名 去買遊戲 有些人看書 都是看書名 去買書 如果這個遊戲 叫魔王大冒險 你會這麼想買 差點吧 名字很重要 你會知道 但是你說 最怕改了 沒錯 你說第一集 其實 我第一集 最印象深刻 我反而不是故事 我對它最深刻 其實是那個系統 戰鬥系統 還是 你說戰鬥系統 戰鬥系統 它就是採用戰棋方式 當年其實主要的戰棋方式 都是說 攻防 基本上是 一定打得中 大概的 但是你說風色幻想 其實 我當時為什麼會這麼深刻印象 就是因為它有所謂 名進率和回避率 它令我產生的 就是機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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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說 它是機戰 我記得後面有一集是用什麼氣力值的 是 還有 其實你說 我會覺得它有成功 就是 本身你說 戰棋類型 如果最簡單的那種類型 就好像說 是一種 你一個角色有多少的移動力 然後移動完之後可以做些什麼 而它結合了就是用行動值 它有一個東西 AP值 就是說 移動和出招 你要衡量 都是要用同一排 你要衡量 究竟是攻擊兩次好 還是移動兩次好 或者是移動完攻擊好 而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AP值是可以令到 你可以同時攻擊幾次 即是說 就算一隻東西你一次攻擊 不用你 連續打三下 你就可以打巢 那當然敵人都會有這個系統 敵人都可以站著打你幾次 而且它這件事就是 我覺得做到戰略的攻防性 就是要留AP系統 因為不留AP是迴避不到的 簡單來說就是什麼 硬吃 所以當時我覺得 尤其是 因為我是玩客帽的 簡直是完全不人道的 你為什麼開始玩客帽 一開始就玩客帽 而一開始玩客帽 你會 因為它都有所謂的 每一些關卡 有些隱藏條件 還有都有做類似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參加機器 就是一些打不贏的敵人 其實是打得贏的 你可以用方法打得贏它 哦 其實說的時候很深刻 就是有這些設定 其實會多了很多不同的元素 玩法 另外除了你說是它那個system 那個基本之外 另外一方面就是 職業 它有很多不同的職業 還有轉職系統 所以當時我覺得 對比起故事 初期有轉職系統 已經有了 後期沒有了 後期 其實很多時候 台灣的ROPG 這個都不得了 開頭真的 你會看到整個遊戲 是有客帽的 即使你可以舉出到 一千個決點 但是你完全感受到 這遊戲是有誠意去做出來的 即是它是放了很多東西 它真的用腦去想過 可能真的會想得不好 有機會 但是你會覺得 它真的想過 量度過 它才放這些東西 有考慮過 去到後期就是什麼呢 省啊 總之 不用的了 其實你們都用 因為 說的是什麼 其實 尤其是一件事就是 放在這裡 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用一個很科學的方法去統計 大部分人其實可能都不懂 甚至可能很多人都不轉職 或者是轉死幾個職 接著 人們就會有個錯誤想法 就是 既然你不轉職 或者你也是用死幾個職 那我不如給那幾個職業 你就算了 即是索性 連職都不能轉 直接取消了轉職 不過就是 最終那些人測試出來的結果 就是 你A配B配C 就是最厲害 然後有很多人 就是A配B配C 但是其實 當中 其實很多人 已經試了很多不同的玩法 甚至就是 你當年為什麼 我數字上兩集說 我仙劍可以敗我八次 我就是試而已 當然是很多人不試 但是 至少被人看到 就是你的遊戲 可以多玩很多次 最少會令到玩家有很多種方法去玩 這個是小數複複蟲 多數的殘忍 不過其實我覺得 玩家的質素 也會有影響 有些玩家 其實是 想玩遊戲 不想怎樣用腦 上網找工量 所以其實 很簡單 就是什麼 所以風色幻想 當時就是有 Long mode mode 和黑 mode Long mode其實是很容易玩的 又不是說很容易玩 但是 風色有三個 mode Easy mode Long mode 和黑 mode 黑 mode 我只可以說 在某程度上來說 那你是不是真的不是人 他都要 save flow 有些位置都要搏 你都要 你沒有回答過問題 我不會正面回答這些問題 OK 繼續 風色 當然你說 是故事 固然 你說 他有 開始成 其實你說 怎麼會感覺到 他會想做 因為他把 他前作幻想時空的東西 他都放進去 這個故事裡 當時你說 你當的只是一個普通的 奇幻世界故事 你可以說是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職業 很多不同的種族 其實 他都設定了很多東西 你都會看到 其實都看到他 有心 是想做大 遊戲 不過我記得初代的反應都不錯 都算多少人玩 算 我想公司是因為這個原因 才想擴大 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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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故事 你說是他初期 其實你說 惡魔貓 我估計 其實沒有想過 他有想 他有些什麼 知善 但他應該是沒有想過 發到這麼大 所以其實我 才會覺得 才會引致 我們彈奸想想 第三集 完全是 第三、第四集 是挽救不了的地步 我甚至會覺得 OK 你說第一集 他講的故事 其實純粹是一個 冥王和 這個 命運女神的 愛情故事 你可以說 我覺得這個故事 其實都寫得 挺活該的 就是他一開始就說 冥王 因為 要 想打敗 這個 冥王女神 但是呢 在這個力量的層面設定裡面 冥王是不夠 這個 不夠 不夠 女神打擊 但是呢 他的氣又搓著 又不信 最重要的是 魔王 他有一個特殊人 一拒息無限復活 怎樣打他 都是打他不死的 打到他毫無 他都可以 明天之後再起身 難道是沒有 Diablo 之前你說的那套動畫 無限復活的角色 是被人弱 被人M 沒事的 然後 當然在這個M的過程裡面 他又發覺 他對這位女神 產生了感情 什麼奇怪設定 領先時代80年 OK 然後故事就是這樣展開 最終要封印了某一個邪神 令到冥王女神就死了 其中一個 輪迴變成了一個第一集的女主角 故事就是這樣展開 其實就是 他裏面當中 其實你說 可能都是你說台式RPG 其實都很多愛情線 或者是感情線 其實很多 都是 因為你好像 基本上每一隊 其實裏面有很多隊男女 很多隊男女 很多CP 很多隊配對 很多隊配對 配對了 其實基本上已經說 一定是他 是這樣的 不會有其他接觸的 總之 但是他裏面都會做了很多不同的故事 或者他們莊中有什麼困難 那些事情 其實 我覺得 當時 我當時看的時候 我覺得 其實水樽已經算不錯了 其實 要完整先 就不會是沒有頭沒有尾 就這樣做一個人出來 沒有背景 不知道兩場接 就死了 沒有什麼感覺 他就不會做這些事情 然後 其實你說 風色其實 他這集 之後 有再 即是在第一集延伸 他再出了一個 你叫做資料片 或者擴充 我記得是在 不知道 根據哪一集的遊戲裡面 再附送的 就是龍之新娘篇 好像沒聽過 其實那一集 因為正傳 你說第一集的故事 最後就說 就是 冥王 總之為了救了這個 那個就不知道 犧牲自己 他不會死的 總之 他又被人打巢 他就是因為不會死 才犧牲自己 這個是北 不知道 我猜 然後 那個故事就說 很老套 無記 肯定會失憶 不知道 這次 輪迴就會這樣 他沒有輪迴 總之他受了很嚴重的傷 然後失憶 然後結識了另一個女兒 嘩 然後那個故事 其實是挺搞笑的 最初是想著 逐回她和女主角的故事 圓滿那個愛情故事 最終其實是 那個故事是說 冥王是選了 跟新的女兒一起 陪她走 人生最後一段 然後 因為那個案子 冥王在 冥王女神死了之後 等了冥王女神很多年 這次就要倒等了 就是說 女兒等了一條兒子 去處理完這宗 感情瓜葛之後 才來過 怎麼變成漢劇 不行 我真是滾臉了 這個是風色幻想 一條故事 其實你說 我最深刻 你說一故然 那個系統 那個故事 其實 尤其是系統 我的評價是很高的 但是你說 去到 我真的最喜歡 反而我是喜歡外傳 其實我發覺 其實是不少人 玩風色幻想 是你對 風色幻想 你最高評價 都是外傳 都是對外傳 都是對外傳 雖然它外傳 你說它 抽取了某一些元素 放進去 風神之黑 風色幻想 其實會不會有個考慮 就是 它外傳 它就不用牽涉到主線 外傳 整個故事 就很圓滿 傻了 其實 你如果計算 它當時 如果以一的寫法 其實它的故事已經圓滿了 就是 你當是這個世界的神 我最終 冥王和女神 最終幸福愉快地生活 那故事其實也是結束 其實 當時 每個人都以為 這個故事是結束 那 SP 想著 它 會不會是 每一開始都想到 套路究竟是怎樣 但 SP 一開始就說 這是一個外傳性質 獨立成章 當時 不知為何 這樣想 但其實 SP 的故事 都很類似 不過 這次是 勇者和 魔王之類 的故事 其實它是魔王 不是魔王之類 第二代魔王 它是 的故事 那系統 最主要是 承繼一集的系統 那 它究竟有什麼 比一集出色的地方 令到那麼多人 會喜歡SP 故事 可能經過第一集 你說有了經驗之後 寫過故事 愛情線方面 不是愛情線 而是 角色和角色之間的互動 其實是有的 SP 女主角 就是魔王之類 而 它就是 要再重返 待會 就叫做 奪取 他們應有的 地方 因為 領土 在設定裏 故事 他們已經被人 濕去時間 裂縫之間 即夾住 我覺得 風色1 風色1 故事 最初是野笑的 因為 他們怎樣 由時空的縫擊回來 就是 男主角 在某個地方 在一個危機之間 他看到一個召喚魔法神 就召喚了 本來是召喚獸出來幹手 但就召喚了 女主角 召喚了魔王 連著 裘卡一起召喚 然後 再開展那個故事 風色幻想 其實 就是剛才所說的 愛情 其實也是主要 風色幻想 SP 裏面 其實也是主要 主要是說 兩段感情 第一段感情就是 男主角 和他好朋友 即現任的國王 他犧牲了自己 對現在的皇后 的愛情 將他讓給現在的國王 就是因為 現在的國王 有正統的皇室系統 他可以帶領這個國家 掌揚真正和平 而最後就是犧牲了這段感情 然後就 去成就他的朋友 而最終 其實他現在 諷刺的就是 他要去反抗 他的朋友的王國 是不是當下了 我不太記得 他用的手法問題 他不同意他現在用的手法 但是 然後 所以 他就要再去反抗 為什麼這次是全泳泉 我不知誰先 應該是他先 全泳泉抄他 沒有誰抄的 這些東西 天南文真是大抄 男主角 為了幫助他的朋友 為了幫助他的好機友 其實真的很機友 我覺得 他犧牲了他的愛情 然後他為了他的朋友 去到妖精之國 去到妖精之國 為了拿聖劍 而 欺騙了妖精女王 而欺騙了一把聖劍 回來 給了他的朋友 即是他背負著這個 情宅 偷野的罪名 然後他監視 因為這件事 而令到妖精的帝國滅亡了 就是因為他拿走了那把聖劍 然後你可以說 這一段是男主角的贖罪之路 而故事最終就是 妖精女王臨死之前的怨念 衍生了一個 新的敵人出來 而那個敵人就是搞亂這個世界的元兇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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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 你說 然後 講到的故事 其實 最後我挺喜歡他的一個 他也有幾種結束 但我最喜歡他的 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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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統一了整個男主角 即是男主角的那種結束 他是偉大義 你應該說一說 後面 後面 還是什麼回事 後面 後面 最後是 男主角再次 面對世界毀滅的危機 恩 魔王的女主角 他已經跟他一對 而最後就是 對付那個最終魔王的敵人 其實他就是女主角的另一半 另一半分身 如果殺了他 女主角就會有問題 等於 跟殺了女主角是沒有分別的 而 最後 男主角是選擇了殺了 那個大魔王 而女主角就離開了他 而最後就是 他成為了這個國家的國王 但是 他的希望就是 他想找回女主角 永遠都找不到 到他死的一刻 因為 去到故事尾 就是說他臨死前 那一刻 他都沒有找回女主角 找不到他 這個是故事的 同一番故事 就是男主角 是為了 叫做 大義 他犧牲了所有的愛情 他三段的愛情 全部都是失敗的 所以他三段的愛情 最終都是他 為了全世界的幸福 他放棄女主角 那Good End呢 其實 因為 其實他 SV其實挺有EVER的影子 他Good End Good End 他總共有 有一個叫做 Normal End 最終 是打不贏大魔王 而大魔王同化了所有的人 全部變成LCLT海 然後重生 所有的人重生 這個是我們一看就說 EVER 就是 而另一個結局 就是 都是說 最終男主角落不了手 然後 跟著 女主角幫 即是 林耀殺死他們之前 女主角幫男主角擋了 那一招 跟著 最終男主角也是死了 他們兩個 信情的結局 跟著 其實 那個 最終BOSS 其實 叫做 因為本身 會衍生這個最終BOSS 找不到什麼叫愛 他在他們兩個身上 看到 然後 特意創造一個新世界 讓他們兩個 一起 他們 那個 是魔王嗎 搞錯 不是 他說 這裏的故事 剛才說 裘卡的設定不同了 就是 原本 魔王生了 那個女主角 這個女 她是封印了她 某部分 因為她是一個 可以毀滅世界的 一個人 她將她 分開了 而 裘卡 其實是來自 未來世界 那位 那位 BOSS 就是 女主角的分身 而 她回來的 目的就是 你當 結局裡面 就是 在未來世界 那個結局 都是 女主角 這個大魔王 毀滅了全世界 然後 她 想 找回 去救回 她唯一的良知 衍生了裘卡 將她送回到現代 即是 改變歷史 是 想她改變 想她改變這件事 而 之後 裘卡就沒有了所有記憶 然後 去到中段裏面 你會發現 裘卡 其實跟女主角的樣子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不過裘卡 她設計 她就把那個發展 變成雙馬尾 你感覺不到 但最終就是 當大魔王想同化 女主角的時候 裘卡幫了 女主角 擋了她 她 變成 魔王 但是 裘卡的記憶 就完全沒有了 其實那一段 其實很棒 因為 本身也在說 裘卡是 女主角的分身 女主角 在未來的世界 其實她很喜歡 男主角 最後那一幕 都是 幫她擋了之後 回復她 未來世界的記憶 然後跟男主角 示愛 然後才死 其實那一幕 我覺得是做得很棒 這個當然是XV的故事 我覺得很好看 但是 我有感覺 最少我有感覺 但是 其實我發現 這部 這個系列的初期 都有一種意圖 就是一集搞定 但是 後來就是 受歡迎而發大 但是如果其實她 若而不是繼續發大 而是開一個新故事的話 可能會好一點 其實我自己這樣看 當時我看《風飾幻想是你》 因為 Fantasy的名字 我以為她 其實是否想著 都是類似 Fantasy的 因為 Fantasy的故事 其實每一代故事 跟每一代故事 是沒有關係的 除了特別 某幾集 受歡迎 才開第 續集之外 基本上 一集都沒有關係的 對於 Cholala 她真正有開續集 第2 FF10 FF10 FF13 12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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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叫的 不過 你真的說 在玩家的眼中 是受歡迎的 第10集 第12和第3集 所以是是甚麼商業考量 根本不是玩家喜歡 是個性能 應該說 可以做多只 所以我開始說 《風飾幻想》 我都想到 他是不是每次都會用大致上相同的套路 或者戰鬥系統相同 或者另一個新的故事走出來 還有一些繼承物 封世幻想的就是球卡 球卡是其中一個魔物 他有做過同伴 但SP我記得他不是同伴 是某一個隱藏的魔物 ST是同伴 SV是有故事的 而正傳第一集裡面 他純粹只是單純一隻魔物 但他是唯一一隻有名的魔物 但他沒有什麼特殊的東西 但他的外形是最特別的 可以這樣說 還有一隻好像史萊姆那樣的東西 史萊姆? FYM? 膠質怪 玻璃? 他數過玻璃 他數過玻璃 就算了 算了 都是那些草個代聲什麼 反而你說在這一代 因為系統其實 基本上架構都說 再完整 其實我覺得當時更加像 我忘記是一集還是SP 你裝飛行飛箱 飛行虧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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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章是SP才可以 然後領鑼就說 你擺明是機箭 阿洛夫斯紀錄紫草 SP當年其實是很多東西 就是不懂飛的角色 其實是很悲哀的 即是你要繞路繞到無形才可以找到 你叫跨地形 跨地形的 跨地形是很麻煩的 其實當時你說 有多了這東西玩 當然我覺得是有趣了 另外你說好像剛才那樣說的 故事裡面 當然最欣賞的就是 好像說其實是 男主角其實 我覺得他裡面 可能是按摩貓寫的習慣 男主角都是那種 有些黑暗的背景 不說得被人知道的過去 有些很悲慘的過去 不知道是說不出的 不會說什麼人聽 爆出來的人就會覺得 很驚訝的過去 類似的東西 就是一些典型的奇幻故事 男主角的一些設定 你可以說 當然你說 好了 去到第二集 其實第二集 其實是 我想是很多人都 不是很想認同 他是風色幻想系列的 因為他不是用戰技式 他是改了用RPG的方式 去做這個遊戲系統 完全把風色系統的所有系列 全部都滿了 他是應該做一個嘗試 我不理解為什麼要做這個嘗試 其實 因為我也不理解 當然 可能是因為角色社會的關係 不夠多 但是 應該可控制的角色不夠多 可能 可能 但是他沒有必要 因為他其實出名在於他的系統 但是他為什麼要整個撞掉 我覺得就是 為什麼要把自己一直備受好評的系統 把他拔走了 我不知道是因為技術 含量考量還是什麼 其實沒什麼技術 其實沒什麼理由 是不是他那一期都是RPG 多 他想 更快 更快 不知道他想怎樣 但我覺得會不會跟這個大潮流有關 感覺就不 這件事就沒有人知道 這件事就 最終就是 那個RPG那個系統 我 只可以說 我不可以說他差 很平凡 這樣解釋 就是很一貫式的RPG 戰鬥 可以這樣說 很平凡的RPG 反而沒有了自己的特色 可以這樣說 因為你比較像 其實已經 質中了 我覺得真的像FF那類型 因為還有召喚獸 那類的東西 不過他那個召喚獸 其實你可以叫做 上身 你可以叫做 那你說第二代的故事 其實 我 可以說的 我真的開頭 完全不知道 原來第二代的故事 是和第一代的故事 是有關係的 你其實可以直接當它是一個新故事 因為我一直看第二代 我當第二代是另一個故事 所以我當時已經堅信了 應該每一代風式的故事 都應該是不一樣的 但證明我這個想法 我實在太天真了 你是玩完遊戲才知道 你和第一代有關係 是怎樣的 我是玩到第三集 才知道原來第二集 和第一集是有關係的 那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你當它是一個獨立作品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第三集有說 有說 所以就被他省大了 但其實 其實沒有關係的 就是一些小問題的 而你說第二代 第二代的故事 其實 其實都是 其實我發覺 風聲幻想系列 骨幹都是什麼 通常都是一些神的戀愛故事 搞到人間 搞到世界立立亂 那種形式 即是說 我就要試一下你們 看看你們會不會 令到世界被迷 如果你們會令到世界被迷 那我就會毀滅你 那我就很合理 哈哈 這些版明是人渣 基本上他看你不相信 很久了 但一直都找不到原因 找一些藉口去試煉 一你做了一步 就不會毀滅你 而你說第二集裡面 當然 好像有一些名物 就是球卡 他變成一個羅裡身形的球卡 當然 其實開頭不知道 因為 純粹是一個 全成物 每集都應該要有球卡出現 無論是 什麼角色都好 背景都好 或者他什麼定位都好 都應該要有的 這樣 當是吉祥物 基本上 OK的 那你說 第二集 我覺得 你純粹 我可以說 試水溫形式 其實 那個感覺是可以的 我覺得 都可以說 Graphic 不算太差 你說那個戰鬥 在戰鬥系統 弱了少少 就是 現在相比起 他一路 用慣的那種 戰棋式 弱了少少 還有你說 如果故事來說 男女主角其實都 比較弱 在那個故事裡面 因為其實 女主角你只可以說什麼 都是 女神轉身 跟著又是 開殺外掛 男主角 其實都算是 我會覺得 男主角 其實是 所有的四神 都可以變出來 最重要的是 那四個神 都是女 但她是男 但不要研究這個問題 我們 你說去到 第二集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她說 我覺得 第三集 和第四集 是要 一起講的 但這兩集 我覺得 我會評為 風色史上 應該是 最差的 那麼大 她會發生什麼事 首先 在各方面 其實應該說 各方面 都覺得她很差 首先 遊戲系統方面 她終於 用回 她自己擅長 那種戰用 不過 跟著 就變成一個 3D立體的 地圖 一個方塊形式 最拿命 就是 第一代 第三代 我記得是 沒有轉視點 那 這隻糟糕就是什麼呢 卡不到 什麼 再說一次 卡不到那格 有些格 被建築物遮住了 下巴 下巴 不能過去 她忘記了 你放心 後期 偶爾發生這些事 當時 這個是最嚴重的 就是 尤其是 死人所謂的男主角 又懶惰騎著死人龍 又肥肥大大 看著她 已經很不妥 我兩個人已經是 遮住其他格 另一件事 系統上 就好像剛才 阿玲也有說過 取消了職業系統 所有人都是固定職業 固定職業 他有進階職業 其實 不過你當是固定職業 像是升招多次 像是進階 而他的玩法 其實就是 用一個技能樹的 配點形式 而這件事 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 我想很多人玩過 RBJ的配點 就是 過渡期的招 你又要迫配下去 但是又沒有用 而顯身 很多角色 都是廢的 所以其實我很不喜歡 技能樹 你也是 無論打什麼遊戲 技能樹 有它的好處 但是 未必適用 在某些遊戲上 應該看你怎樣 但是至少 它用得差 OK 它用得真的很差 而 你說在技術上 甚至有人覺得 風式幻想 當時的 1和 SP的 preventer 技術 出來處理 畫面效果 是比它第三集 和第四集好的 這樣很嚴重 就是在退步 不知道 就是說 它想去做 3D即時處理 不是看不到它的野心 但是 你做出來 出一招又慢 又沒有迫力 就是你要明白一個騎士 拿著長章向前 他馬又不懂得動 然後他就動一下 然後 那隻東西就 那隻東西好像 那敵人就好像做氣 那樣 你真的會覺得很難頂 就是 這個是 表現力 不行的問題 嗯 但是 這個畫面 是同期 是不是 他先做 還是有其他人先做 我不肯定有沒有其他人先做 但至少 他應該是他自己獨立 從零開始去做 所以 他猶合自己的系統 和這個系統 架在一起 但是 只可以說 Pank做了出來之後 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而 都是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他好像其實都 說 正傳第三集 然後 那些 畫面 是 嚇死人 不是 不單是說 戰鬥畫面 是過場 一些CG的畫面 你是以致崩 是草稿 這麼嚴重 我肯定是 一些草稿 我不明白 這個問題 到第二集更加嚴重 他完全是把草稿交出來 沒錯 我們有實物可以對比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幾集有什麼不同的 真的可以 難怪我看到 他本來好像有山寨貨 我還是以為 所以 你說 在那個畫面上 已經看不到一些突破 而 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 你會發覺 F.I小組 其實 因為本來有人說 卡日塔也是某幾個人 太多角色 太遲了 根本上 他不是第一集 這個換了頭髮 換了頭髮 這個是很多畫師都有問題 甚至是連性格都很近似 即是說 你 想怎樣 把第一集重製 他重製 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 是故事 你完全不能想 原來這個故事 最後是第三集 其實第三集 也沒有提到這個問題 第三集 也沒有提到這個問題 也沒有提到這個問題 也是提到這個世界 所以 漢字和第一集 和第二集 故事 是無緣無故的 他自己本身的故事 的內容 雖然 台 也算了 但 最拿命的問題 就是 原來 去到第四集 告訴你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第四集 其實是在用同一個世界觀 那這裏會產生什麼問題 首先 我想 其實 他有一件事 我不是做得不好 就是 他本身這套作品 他已經名詞是超多 即是我覺得 你 你拿本 輕小說 拿本 這個 警戒線 那類型 其實 他當然沒有警戒線 那麼高級數 我覺得像黑貓 自己畫本 同一個人 然後旁邊再送一本 用詞字典 那個情況 我覺得最致命的確認就是 他很多設定的東西 他是由第四集 收尾那一刻 他才帶出來 告訴你 而 他再說 其實 第一 第二 第三大故事 其實 你當作是同一個宇宙裏面 在不同星球上 發生的事 而 最終就是 這是一個神 試驗的計劃來的 即是第一世界 第二世界 類似的東西 所以其實做出來的效果 我覺得 不是去到這麼理想 因為最終就是 很多角色是很亂 還有 本身你說第三集的角色 其實鋪層不足 好像上去打仗遊那個 其實會不會他選擇 不說這件事反而更好 當作一個獨立故事 我也是那句話 其實他應該屬於一個獨立故事 我覺得你說做的 就像某一類型的作品 你會感覺到 這個角色和那個角色 可能是一個時空上 因為他始終都是神格型的角色 可能那個神和那個神其實是認識的 你可以做那些關聯 我覺得 但你不要踩到這麼過界 踩到過界就是 最終告訴你 第三代的女主角 即是第三代的女主角 是第一代女主角 創造出來的肉體 是被他備用的肉體 然後就放了一個人造的靈魂下去 然後最終你的結局就是 truth ending back ending back ending 就是第三代女主角 還回一個肉體 給第一代女主角 等他和魔王一起 我們開始說 和魔王 等完了 等完幾多 一萬二千年還是一億二千年 又好了 深刻不理他 終於可以在一起了 然後就犧牲了第三代女主角 和另一個男主角的感情 然後就要讓那個女主角再去輪迴 再要第三代的其中一個男主角 等他十六年 即是一個四十歲的男人 十六年很少而已 一個四咬的男人 竟然跟他十六歲的女人 你會說Ticcobato 正常 這世界都是這樣 我不知道 可能是真是 幾創鮮豪的 可能真的 十六年對比 一萬二千年少 一萬二千年少 GOOD ANY 小哥 我不知道 不過你說 《風聲幻想》 你說第三、第四集 不是說有一件事 都幾算 就是 因為當時其實都很少 因為很多時候 所謂的音樂 或者背景的主題曲 都很少會用到 唱國語 他就用了國語配一首 一首而已 我忘記一首還是兩首的主題曲 進去《風聲幻想》 我忘記是OP&ED 不太記得了 但整體上 你說到第三、第四集 其實我對《風聲幻想》 幾乎是絕望的 幾乎是 因為 我的感覺就是 沒有了我當時 當年看一集 SP 甚至我計算二集 的劇情 我想看的東西 已經好像 純粹是為了 整個故事 很龐大很龐大 很龐大到你 其實是 甚至我現在其實 我已經 玩完第四集 我玩第五集 我甚至思覺失調 我覺得第五集 其實是跟第一、二、三、四集有關係的 誰有關係的 說不定 如果他肯出到最後 是真的有關係的 我捱到 因為我自己其實 玩呢 我玩 我第五集 我有玩 應該是沒有玩爆的 但老實說 我是買了遊戲 我沒有玩到 XX我也是買了 我其實都算是這樣的 我全部買正版 但我去到後期 我是買了之後 不玩 我都算支持正版 就是你一見到風式 幻想 我買 你都沒有玩過 我一買 其實我是想玩的 但不知為何 最後我沒有玩下去 其實你說之後 應該在第五集 開始的時候 他已經用了一個新的舞台 所有角色就暫時 暫時 你肯定 暫時 你肯定沒有關係 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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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關係 暫時 暫時是沒有關係 不過 五、六、XX 應該是混在一起 也是一個故事 全部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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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間 可能他想寫一個 新的世界觀 最多是隔幾年幾年 未至於去到 不知幾多年 即是前後轉 有什麼形式可以出 即是有點像 每次 射雕三部曲 但未至於隔幾十年 即是他自己獨立一部故事 但這三部故事有關聯 是啊 那XX應該是外傳 XX是一個 他聲稱是過度去完結篇 補完 過度去完結篇 他又不是用補完 還有本來 因為我要跳一跳 說 五、六的故事 我覺得 太轉折 我又見你有零頭 太轉折 太轉折 我簡直不知道 他會告訴別人 這個故事說什麼 但你第一代是 玩五的 我由五開始 因為就是 樹齡所說 前面的D全部有關 第五集 聲稱是沒有關係 但你一二三四沒有玩的 真的沒有 但為什麼你會選擇五來玩 五開始來玩 其實我是一個 什麼遊戲來玩 有偏執窮的人 就是因為他前面的D全部有關 我不喜歡由中間開始玩 那你不應該先玩一二三四 你是否想這機會傳教 我不知道 未必是的 說不定 他五六 他現在未說而已 可能有關係 你知不知道XX是何時推出的 嗯 他好像零八還是零九出的 都很新的 都很新的 這也算新的 這幾年了 理論上 他應該已經出了第七的了 嗯 你應該上八下鬥個圈 他應該是五 然後六 然後XX 是這樣出的 因為其實你說 風聲的 他其實在學校出了 我忘記是 好像是六期期間 然後他就開始開發 風聲幻想online 其實風聲幻想online 我沒有記錯 他是用一的世界觀 一和三的世界觀 去混合在一起 當然其實我 我沒有玩的 我online 我都是裝了進去 開完角色之後 我已經決定遊戲了 我好乖 我玩了三個月 然後 然後 其實 可以說的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其實是不行 其實是online 因為 我這樣說 但online 都是用戰技式 去做 MLVG 但其實 我這樣說 其實在台灣的 RVG的歷史裡面 我覺得很多遊戲都會迷失了方向 做到一些 很似是而非 你會覺得 他好像是那個系列作 他要的主題 但你看上去就好像完全不是那樣東西 而很多玩家 我不會說 原來我講 我可以說 風色幻想 那些人覺得 風色幻想 當時看到online 那些人最記得的是什麼 既然是online game 當然是有職業系統 沒有職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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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有什麼 online是幾大主職業 然後 不知練到多少 然後再進行職業 然後 另外 廢章系統 沒有廢章系統 然後 他就說 那為什麼要叫風色幻想 為什麼要叫風色幻想 就是 很多人 其實 最終就是 他認為不重要的東西 在歐洲的東西 其實就是風色幻想 那些人最想要看到的東西 你可能 正式的 我想說故事的東西 我客觀地說 你說寫得差 日本也很多寫得差 我覺得 最重要是 你保存上去 FF我也是說差 尤其是FF13 尤其是FF13 裡面說 一二個故事 我真的說 你切福 你去 這樣的故事 你都寫得出來 即是說 其實他online版 就是掛羊頭買狗肉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而你說 就算你說 五集六集 經濟考慮 我覺得 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 還是我貓貓寫了 但我感覺 其實 應該有寫 我先看看 你先說 但我感覺 其實他的質量 其實是 跌了一鍋 跌了一鍋 因為沒有了 畢竟他寫了這麼多 他有idea 都已經放在前幾個 或者這樣說 其實 這個 你可以說 是很矛盾的 有時候 這個主題 是這個系列的特色 但是 你用這麼多次 你是不是 有一個 有這樣的 級數能力 可以寫出不同的東西 就是 你畫師 也是 你畫得多 Tony 你是不是看見 整個東西 一樣就換頭髮 整個 這個是 那個 貴病 你量產了 你就要預算 會有這樣的風險 而 你可能 因為 始終我覺得 遊戲是一個 綜合的平台 你 故事 畫面 各方面都可以 但我覺得 封書畫面 是甚麼呢 在人設方面 第一集 固然衝擊大 我覺得 我覺得 質素算不錯 但 我感覺 這麼多年來 是沒有進步過 在人設上 人設 現在 我看完 有些機會 監製 統籌 起碼 三四五都是同一個人 但 企話 都是 但編輯 第三集 那本說明書 寫我 惡魔貓 第三集是惡魔貓 因為他要完 第四集 不是 變成三個人的名字 而這三個人的名字 在第五集 那個 編輯名單也有出現 之後 再出現新名字 但沒有惡魔貓 還是惡魔貓 不用拔名 用真名 不清楚 這件事 不清楚 但是 整體上 整個風式的故事 其實 我只會說 其實我可惜 因為 我始終最懷念 當年 其實他說 他那個 戰棋的系統 其實 因為 我老實說 我就算現在拿出來 我也覺得 這個系統 不要說數字是否平平 但是 系統是完整的 很多時候 你說 去到現在 你去到台灣 後 他是放棄了自己 一直成功的 你要說 放棄了自己 全場主 更加要罵的 就是XX那個 他的招式 就是前幾集 還說 有招式力 升勁一點 不知道 那個名字 再豪一點 但是去到XX 三個字 什麼 什麼 包剪 XX去到包剪 夠命 是 越玩越壞 我覺得 走歪了 我不知道 是因為 我之前所說 是因為 轉移了去大陸 的關係 資金 無論是經驗方面 已經是 好像 那些人 我感覺 就是 那段期間之後 好像 台灣RBG 都脫了折 突然之間 變成不懂 一個RBG 突然之間 不會做遊戲 我覺得 好像是突然之間 我也是這樣的感覺 科技倒退30年 但是 我不明白 為什麼會 一個idea 尤其是 東南亞地區 其實你做遊戲 的人就會說 資源重用 為什麼要想過那個 有在的 老闆就說 你想過那個做什麼 有點浪費錢 對 你說 你是不是想到 一定是好過之前的 那樣 那樣像 SUNWISE的遊戲 就變成了 台灣RBG 有一段時間 是很沒落 基本上沒有遊戲 我之前也說過 因為它轉移了 去大陸市場 其實你說 這個是有影響 好處 到現在 其實現在是 Apps的年代 你可以說 台灣的 其實都做不到 做什麼 很 令人 眼線一亮 的 作品出來 因為其實 你說的 做Online嗎 它不夠韓國來 它不夠 不只韓國 或者歐美 韓國說 甚至它不夠 它不夠中國 你 即是中國 叫做什麼 我便宜 又便宜 我是抄 我抄得到 現在台灣的問題 就是 我連抄的錢都沒有 甚至我是抄不到 甚至抄它出來 因為大陸市場比大陸市場更噁心 而 Online game 你原創 更加不用說 你打不贏韓國 日本的人 不可以說 因為日本其實也不算 去到很高質素 Online game的方面 其實 那麼 單機遊戲 你更加不用指望 跟其他 其他廠打 因為 你打不贏 而且其他廠 他們都開不到新品牌 別人都在爭取老闆 你爭取老闆 你爭取老闆之餘 你爭取老闆 那個老闆 變錢了 然後 拼完跌 先劍瞇入轉 那些 不知在玩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 尚勢者 叫做什麼 很多時 掛山頭 掛名 像粉絲的 我知道其實是不行的 當給你騙了我 都甘心情願給你 那一塊水 吃幾個飯都沒有了 一隻遊戲影響不到我的生活 當支持一下遊戲產業 都真是說 我覺得已經不下載翻版了 已經不下載了 這類型的已經是不會再做了 我覺得翻版的問題 那一定有 這個世界 就算是幾垃圾的遊戲 就算是一塊屁股的遊戲 都是一塊屁股的 我想起一些東西 好像FY 從第幾集開始 應該是第五集開始 它有一個防盜系統 好像是不知道 曾經有一段時期 這個都可以說說 台灣是很積極去 把防盜版這件事 自絕財路 但它那些防盜版 可以變態到 一隻遊戲裝幾次 又或者是 射得不好 射得不好 好像說 不是 那些要得release 但release的手續是很煩的 首先 有曾經做過的幾種方法 當然有其他地區都做過 不過我只說台灣 我知道有做過 有一隻叫做創世玩什麼的東西 那隻遊戲應該是 相信是裡面最經典的一隻防盜版 因為最早期有的 它是裝了一隻遊戲之後 只可以 那個 防盜版的Pokem 只可以走一次 你再裝多一次 這隻遊戲 就裝不了 或者玩不了 那會被人投訴 那會被人投訴 我第一次裝不了 它是被人少到 落地底 已經是 我第一次裝不了 那怎麼辦 最終就是 它是要copy 一個 有一隻遲碟機的file 最後就是要 新版本裡面是有這樣的 但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現在是玩不了 為什麼 你有遲碟機嗎 可能你有的 其實 是古董 那另外一種方法 就好像阿玲這樣說 有限制次數 或者是register 或者是online的做法 或者是什麼 有一種最相機的做法就是 它不停查你 那這種做法 其實你說外國 也有的 但是 大家都知道 而且這隻碟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知道啦 你這隻碟 如果狂去 去 是會花的 花了的話 就玩不了 但是呢 人家又沒有送收服務 然後很多人就說 很多人玩完一次 這隻碟已經傷痕累累 它根本是玩不到第二次 玩完一次 已經傷痕累累 你搞什麼鬼 台灣RP那時候 最流行的東西 就是什麼呢 拆CD-worm玩 因為其實 它所謂的 很多時候 防盜版的東西 其實是 它有一個 treat位 就是說 如果你把你的CD-worm 拔掉的話 它是不適應 而它就不會再去 查這個程序 就是外置 外置CD-worm機那些 你可以用外置方式 或者你拆掉你的CD-worm 那條電線 不是 CD-worm機裡面有兩條CADID 還有一條CADID 還有一條SATA武記載位 兩條 玩遊戲 我經常知道 玩遊戲玩到這樣 怎麼會 當然是挺可惜的 你說到現在 真的說 我們數得出的大作 台灣裡面 有的 它叫做 它有續作 說回那個防盜 聽人 我在巴克見過人說 不知道哪個防盜 開發的那班人是黑客 正常 不出錢 即是說 用那個program 有個風險 就是你的機器 可能會中招 你就算不用 也會中招 用了就更加風險高 其實不重要 我覺得 這個世界 是沒有人解決到 反正的問題 有人的地方 有人的地方 所以其實你說 我不討論 去到這個問題 這件事是全世界都解決不到 不是台灣 或者東南亞 RV可以解決 但很神奇 他們是不把 這支音頭髮故事 形容在套牧板上 覺得很神奇 或是 它互相影響 這件事 你出了遊戲 如果你有套牧板 你的演技 就會下降 有一點題外話想說 他跟台灣某某某出版社 在XX那時同期 找了其中一個 我寫輕一點出名的 寫外傳 另一本外傳 兩本 以我所知 我不知道是他那人慢 還是故事真的只有兩本 即是直接出小說 對 即是直接出書 你可以去 反而 反而 其實 你說這個 我覺得是挺好的 因為你本身有風式的故事 太煩了 出書可能比較方便 其實可能會有些人 異銷化一點 分分鐘 其實你 軒元劍和仙劍 其實他都可以 我曾經好像有出過 有 仙劍一定有 軒元劍 我記得有一兩間公司 是有意圖 向這個方向發展 但是沒有下文 始終 叫做什麼 你推不推廣到 橫向推廣 就像現在日本那些動畫 其實日本其實 你都可以聊聊可數 真正 你真正是 可以由遊戲平台 你翻身變成多平台 或者小說的 其中一個 即是同仁三大奇蹟 三大奇蹟之一 他可以做到 其他的 其他的 你強於EF 那類型的 那類型的 他都 甚至 那類型的 他之後 有出過 但其實 都是類似的 出完一本戲 然後就直接沒有 你不可以再去發展 這個下去 其實 大家面對的困境 是一樣的 不過你說 是台灣遊戲界 因為真空其實就太長了 不是的 有一個考慮就是 他為何做不到日本 就是 他遊戲界 在台灣來說 遊戲界還是遊戲界 小說界還是小說界 都不是 其實 這個都是 因為 日本某程度上 在遊戲來說 它是一個 鎖國政策 其實 那些玩家其實 是很排斥 外國遊戲 其實很多品牌 可以建立 而韓國的 就是什麼 政府有錢 給你笑 你死了 政府補回一條數 但是台灣呢 他們有金礦在背後 但是台灣沒有 最重要就是 你不要說台灣 你就是香港 台灣 中國 我們玩什麼遊戲大 玩日系遊戲 玩得比較窄 我們玩歐美遊戲大 然後 自己本土的遊戲 飯當然是隔離鄉 月亮當然是外國特別圓 你有沒有玩過本土 玩過本土 玩過本土 本土也玩過 中文RPG 全部都有 中文RPG 全部都有 如果你說香港的遊戲 我都玩過 以前有一個是 Game One出版的 有一個是 講機甲 又是戰棋類的遊戲 不過我已經不太記得名字 那些都有玩過 即是你Game One的 王家騎士 王家騎士 龍心 丁方大富翁 類似 大富翁 類似 大富翁 愛神餐館 那類型 其實都有很多 本地產業 始終本地產業 香港和台灣很難 現在你說什麼 其實 回到Apps 其實其實 其實其實 大家都 當然已經有些公司 用得很厲害 那些完全是 家用機級數的畫面 但是 你說可不可以再發展到 將這些 原本 九十年代 這麼出色的作品 可以再翻新一次 其實從製一次可以 我覺得 我也覺得是 從製一次我會買的 在App版我會玩多次 那些多史年代遊戲 怎麼玩得回來 很煩 你試試看《金融巡下傳》 重製版 我覺得很多人會玩 馬上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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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集到這裡 看看下次有沒有機會 再講下 其他 的專題遊戲 專題遊戲 那就先 mi mi s mi s mi s s mi s mi s 你 s - 拜拜!